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講兩個話題 首先近日烏克蘭的軍隊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攻克烏克蘭東北部 伊九武 富皮揚斯克等地 修復了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這究竟是戰局開始扭轉 還是俄軍另有盤算呢 等一會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跟著想講伊朗核子協議談判 這個談判近來陷入僵局 以色列總理兼國防部長 他就說 伊朗是有能力在幾個星期裏 製造出三枚核彈 直接威脅以色列的安全 我們看看相關的報導 先講俄烏戰事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12日表示 烏軍九月份的反攻行動 已經收穫了 包括第二大城市 哈爾基夫在內 一共6000平方公里的塞土 而且在東部和南部的戰線 皆有斬亡 由於進展得很快 很多西方媒體都以閃電戰 來形容 這次烏軍的 可觀戰可 烏克蘭全境角度 大約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今年2月 和俄羅斯打仗 俄羅斯入侵 大約有五分之一的土地 被俄羅斯佔領了 不過 烏軍在9月發動反攻 在反攻以來 在東部戰線 旅傳接報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12日 證實烏克蘭在東北部 取得重大進展 而且他這樣說 是因為美方支持烏克蘭 非凡的勇氣和韌性 達成的結果 俄羅斯國防部也承認 俄軍確實是後撤 等於默認了烏克蘭取得重大的進展 烏克蘭總統 扎蓮斯基在12日全國的演講中這樣說 他說烏軍已經是從俄羅斯手中 取回 烏克蘭東部和南部 一共超過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且這個相關行動 還在繼續 繼續會反攻 扎蓮斯基在8日 才證實烏軍 是奪回1000平方公里的塞土 這個數字在11日擴張為3000平方公里 到12日更加是暴增為 6000平方公里 面對這樣的戰果 英國廣播公司BBC就說 他就無法獨立證實這個事件的真確性 但是美國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就認為 俄軍確實正在大舉逃離前線 他用這個字句 連俄羅斯也承認 伊九武巴拉克利亞 富皮楊斯克已經不在俄羅斯的掌握之中 俄軍在哈爾基夫州 只有一個很小的佔領區 伊九武市長馬爾琴科就對BBC說 烏軍已經進入了伊九武 烏克蘭的國旗也在當地上升起 烏克蘭軍事情報部門就說 烏軍撤出哈爾基夫一帶之後 指揮俄羅斯西部陸軍集團軍的 羅曼別爾德尼科夫 已經被撤換 不過這項消息是沒有得到俄方的證實 雖然烏克蘭和西方國家都是說 俄軍大敗 不過莫斯科另有說法 他說 他們只不過是將部隊 在頓列茨克和勞金斯克 重新將他再集結 根據戰爭研究所的分析師 梅森克拉克就認為 他就說俄軍明顯是徹底的潰敗 因為俄軍在撤走的時候 被迫拋下大批的裝備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 SPU也說 俄羅斯的侵落者 這次走得太快了 以至於整個彈藥虎都沒有帶走道 中國深圳衛視特約評論員陳兵 他的見解是這樣的 他就不排除俄軍在東北部的戰敗 被烏克蘭牽著被子走 但是俄方用戰略撤退 準備冬天直攻 烏軍的主要暴力 也不可能 陳兵說在8月中旬開始 烏軍宣稱對南部 克爾松戰線是反攻 但是突然 烏克蘭表示奪取了東北部 伊九毛和富皮楊斯克 兩個戰略要地 他說在南部是反攻 實際上是搶了東北部 兩個重要大的戰略要地 似乎是有聲東擊西之勢 對此俄羅斯就說他放棄這些戰區 是戰略撤退 俄軍將會集中兵力 去完成解放 頓巴斯的既定目標 從俄軍這兩次的戰略撤退來看 俄軍的兵力似乎是比較有限 俄軍要完成遇上的戰略目標 有可能要突破常規 要採取新的戰術 俄羅斯一些新的武器 比如 是沒有大規模地上陣的 直到現在 比如他的匕首和高石的 高超音速導彈 只是小事鋒芒 如果是大批量送到戰場 可能會使戰局改寫 現在歐美在加強 對烏克蘭軍隊的支援 美國國務卿 德國外長都去了基庫 他們隨身攜帶的 都是軍用的物資和武器 不是兩手空空地去 估計英國首相特拉斯 很快都會去基庫 這些通通說明 美國和西方國家 是會 盡全力去支持烏克蘭 和俄羅斯進行決戰 但俄羅斯我們不要忘記 他始終是核大國 核的威懾力是足夠強大 評論員也不排除 俄羅斯 有可能 會出狠招 我們現在看看伊朗的核子協議談判 伊朗在9月12日表示 準備好和聯合國屬下的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合作 伊朗外交部一名發言表示 伊朗期待IAEA和他的理事會 採取建設性行動 IAEA敦促伊朗為提供 可信的回應去解釋 為何伊朗在三個未申報的地點 竟然發現了 人造核燃料有的成份 根據英國衛報的報導 軍人出身的 以色列總理兼國防部長金茲 在12日他就這樣說 伊朗能夠在幾個禮拜裏邊生產 足以製造 三枚核彈頭的 濃縮油 而且他是公佈了 10個伊朗疑似在敘利亞建造的 武裝設施 而這些設施 他們相信是用來 武裝伊朗 包括 包括 真主黨在內的代理人集團 根據彭博社 Bloomberg的報導 伊朗要求 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必須 先宣佈結束調查 伊朗才會開始 將它濃縮油的濃度降至 低於製造武器所需的濃度 英國、法國和德國在10日 透露他們不願意在重啟核子協議談判上 做出更多的讓步 而且他們表示 嚴重懷疑 伊朗的意圖 因為 伊朗試圖 將恢復協議 和相關的調查 掛勾在一起 衛報指出 伊朗以IAEA受到 以色列的政治影響為理由 要求 IAEA 正式宣佈 終止調查 對此 IAEA的總幹事 郭俄西就反駁了 他這樣說 這個問題 很簡單而明 我們在從未申報 不應該出現核活動的地方 發現了有痕跡 於是我們就問一下 但是你這樣問一下 你就告訴我 怎麼會是 同一場 政治活動有關係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日前也表示 美伊雙方 是不太可能在近期 達成新的 核子協議 我們回顧 2015年 伊朗和美國 英國 中國 俄羅斯 德國 法國 達成了 聯合全面行動計劃 限制伊朗 是裝設新式的離心機 和他能夠裝這個離心機的能力 而且是要求 伊朗交出97%的核燃料 在2018年 當時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單方面宣佈退出 伊朗核子協議 而且恢復對伊朗 繼續制裁 美伊關係從此 再度惡化 在2021年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 他渴望 重返2015年的 伊朗核子協議 他很積極地 和伊朗展開 長達18個月的談判 但是最後 陷入僵局 導致伊朗 至到現在 仍然是持續發展核工程 而且是正將 核燃料的濃縮度 提升到接近 核彈頭級的 濃度的級數 致力於衝突解決方案的致富 國際危機組織ICG 近日指出 伊朗 他的核發展局勢 恐怕 是一路一路惡化下去 為了爭取時間 美國和伊朗雙方 應該討論 實踐保證的真正的可能性 而且雙方要彼此尊重 大家的底線 以避免 緊張的局勢 再度升級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好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巴斯的布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榴台 石榴台提供獨家的內容 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榴台 每天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 李同 巴斯的布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 不會減少 希望你們能夠 支持巴斯的布 訂閱石榴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榴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 石榴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 亦都可以在互聯網搜尋 巴斯的布 去到巴斯的布的網站 亦都可以找到石榴台 請大家去石榴台看看 多謝大家支持 就是 解榴台